七樓二新高中四名學生發揮創意 以鬥趣的畫風將三成未符合上市標準的醜蔬果 重塑六款形象 我們幫這六款蔬果營造新的面貌 有臃腫的番茄或者是長得很像雙胞胎的草莓 設計延伸的加工產品包裝近日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獎 在年初的時候已經得過 RF的學生設計獎了 他們就是非常的認真 我們再去把我們的專題製作 在最後的五月到六月的期間 我們密集的去將作品再度優化 然後重新的增加更專業的美感 然後很榮幸的在德國紅點呢 就是拿到了這個紅點獎 學生更發揮創意 利用植物的易災重新 設計了兩款可種植的商品 有獨立的種植組 另外還有跟茶飲組合的包裝設計組 我們還有額外推出盆栽組 就是當我們這個盆栽拿出來之後 我們還有附這個使用說明書 把使用說明書打開之後就可以發現說 我要怎麼種植 我要什麼時候澆水 我要隔幾天要加一次施肥 二性廣色科 這次由陳良慧老師指導的四位學生的作品 很榮幸能夠拿到德國紅點獎 也入圍了德國的IF 這是我們學生的作品第一次雙料獲獎 這次的作品也入圍了2023 IF學生設計獎 得到國際雙重認證的肯定 可說是相當不容易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我準備了兩次進行的 記者蔡曉君 喜稍後 請稍後 請稍後